最近在果敢同盟军攻打老街的战斗中 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缅军竟然学雷锋 帮果敢同盟军搬了一晚上的武器弹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文史 欢迎订阅观看 一群缅军 大约十五六个人 发现前面来了一群果敢同盟军 由于同盟军进展迅猛 该股缅军还以为是前来增援的友军 兴奋的如同见到了旧星一样 加上月黑风高 既分不清来的这股部队的长相装扮 战斗紧急 也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辨别到底是敌是友 看到他们忙着搬运武器弹药 赶紧上前帮忙 就盼着新来的援兵和这批武器弹药 能够击退同盟军的进攻 果敢同盟军官兵 见到这个啼笑皆非的场景 也不声张 心想正缺劳动力搬运弹药 真是心里想什么好事就来什么好事 决定好好用用这股缅军 有会缅语的同盟军士兵 还跟这股主动帮忙的缅军热情攀谈了起来 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同盟军士兵 还不忘记给缅军一人发一根香烟 有了烟抽的缅军干活更加卖力了 虽然是半夜 也是困意全无 努力干活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等他们把武器弹药搬好的时候 天也快亮了 居然发现自己帮忙干了一晚上活的不是友军 而是要来攻打自己的敌人 这是赶紧想逃 可是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不得不投降保命 魏斯的事件也曾发生在俄乌战场上 一个乌克兰士兵打了一个盹 醒来后就有一个战友给了他一把铁锹 叫他一起挖战壕 他也没多想 可是越挖越不对劲 他们挖的战壕竟然是面向西边的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只能被俄军俘虏了 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缅甸北部的善邦如今已经成为一片战火纷飞的地区 缅甸军队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后 如今只剩下几个孤立的据点 形势堪忧 作为军事新闻博主 我将带领大家深入了解这一危机四伏的地区 揭开这场军事风暴的神秘面上 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一场残酷的战争正在演绎 善邦北部的山川古道 曾经是多个民族和谐共生的乐土 如今却被战火烧毁 留下废墟和伤痕 缅甸军队在经过数月的战斗后 失去了先前的统治地位 如今只能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 苟延残喘 战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而曲折的战略 善邦北部的游击战争愈演愈烈 缅甸军队被迫采取防御策略 只能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死守 这些据点曾经是军队的中间力量 如今却成为了孤军奋战的最后据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 军队的每一位战士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而他们所占的每一寸土地都显得至关重要 在这场战争的阴霾下 民众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无辜的百姓被迫逃离家园 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他们的生计被摧毁 生活变得一片混乱 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 更是牵动千万人心的灾难 他们渴望和平 渴望能够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这场军事风暴不仅仅陷于缅甸国土 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一事件 各国政府纷纷表态 呼吁缅甸当局停止军事行动 恢复和平 同时 国际援助也涌向这片战乱的土地 试图缓解民众的困境 这场冲突将国际社会连接在一起 共同努力寻求解决之党 要理解这场冲突 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渊源 山邦北部一直是民族多样性的代表 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在这片土地上 历史的厚重 使得冲突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渊源 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 这场军事风暴的本质 尽管目前的战局令人堪忧 但我们不能放弃对和平的信仰 国际社会的努力和民众的呼声 都将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 未来 我们期待着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 能够重新回归和平 百姓能够重建家园 战士们能够回归温馨的怀抱 和平的曙光 或许已经在远处闪烁 山邦北部的战争 是一场残酷的军事风暴 也是一个关乎千万百姓生计的灾难 通过深入了解战局 游击战争 民众的心声 国际社会的反应 历史渊源 以及未来的和平走向 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 这场冲突的复杂性 在战争的阴霾下 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脆弱 也看到了和平的希望 或许正是在这片烟火弥漫的土地上 我们能够找到人类共同奋斗的意义 愿和平的力量 最终战胜战争的阴霾 让这片土地重归宁静与祥和 震撼人心的消息传来 山邦北部现已沦为一片战火纷飞的决斗场 缅甸军队经过激烈战斗 陷入孤立的边缘 摇摇欲坠 作为国际军事新闻博主 让我们深入剖析这场军事风暴 揭开隐藏在背后的故事 小孩子才谈对错 大国交往只有利益 所谓的立场其实只是一种说辞 你很难想象 沉寂许久 支持昂山素季上台的克伦军 克耶军会趁着同盟军围攻老街 木槿 纳树之际 偷袭缅军位于克耶帮 克伦邦的军事基地 如果不是缅甸到处失火 恐怕民族团结政府根本没有可乘之机 遗憾的是 缅甸终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是向左还是向右 是靠向中国 还是倒向美欧 连缅甸的当家人都可能拿不定主意 而我们要说的是 无论缅甸局势如何变迁 都不得损害中国的电诈清零目标 同时中国在缅甸的数百亿美元的投资 也需得到保障 这既是中国的底线 也是对冲突方发出的强有力威慑 现在就看缅甸各方如何理解了 插一句 中国媒体开始提及瓦邦和妙瓦底电诈源 说明中国针对电诈分子的打击 开始进入了深水区 如果缅甸来想 维系自己脆弱的统治 一定要抓住机会 和中国同力配合 否则很多事情就真的说不清了 毕竟昂山素季所属的克伦军 正全力突破免四十四式的防线 一旦克伦军得手 届时免来将更加的被动 最后从整体战略的角度看 米线沟的免军 也未必没有翻盘的可能 一旦同盟军攻击米线沟的军事行动受阻 那么果敢周边的免军 一定会拼力支援 同盟军有被免军主力部队合围的风险 若是免军突入滚动大桥进入果敢 与米线沟聚首的吞吞敏等人理应外合 届时同盟军的局势必将非常严峻 一旦同盟军完全拿下老街 那么免军和同盟军就将展开米线沟决战 不久前免军已经用缅甸文 发出了要求老街的居民全部撤离的通告 此外还有消息称 免军正在源源不断使用直升机 对米线沟的守军进行兵力和物资支援 也许不久之后 免军很有可能会对同盟军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也是同盟军1027行动的最后 也是最大的最终战役 他望图川便已逃跑 但是在逃跑的路上 被同盟军抓了 有福在直播间显得非常嚣张 原以为是个有种的狠角色 没想却是个软弱的人 在被同盟军捉到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害怕 说话也是低声下气 唯唯诺诺的样子 同盟军在收复老街城区后 第一时间就发布通告 将展开一次对老街的全面清理 清理的对象包括 一 缅军及四大家族残留分子 二 缅军及四大家族 在老街各行政单位人员 三 老街城内涉及黄赌毒的人员 四 老街城内电诈分子 针对这四大人员的清理 在老街如火如途径进行 使得原本偏向缅军 及四大家族的人员 逃得逃走得走 投降的投降更有甚者主动找上同盟军请罪 请求同盟军原谅他们的过错 不要将他们赶出老街城 像这个老街网红果敢有福 就是其中一个 之前在网上传播对同盟军不利的消息 多次直播痛骂同盟军 态度之嚣张跋扈 怎么能让同盟军容忍 据说这位缅军分子果敢有福 在同盟军进行清剿行动时 化妆进行逃离 最终被同盟军捉到 然而同盟军并没有为难果敢有福 只是对其进行教育改过 最终果敢有福还是比较幸运的 被同盟军收编加入同盟军了 对此网友有不同的意见 一认为这个人留不得 像这种蛇蜀两端的人容易反水 二也有人认为同盟军做得对 果敢有福虽是白家家丁 在网上也确实发布作品辱骂同盟军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小屁孩 是可以通过教育改造使用的 三果敢有福是白锁城的家丁 必定知道不少白锁城的秘密和犯罪证据 因此此人还是有大用的 可能利用有福了解白锁城的去向 据文果敢有福在被同盟军收编后 心里也是感动不已 原本以为自己就是不死 也要扒层皮 最终将他所知道的白锁城信息 全部告诉了同盟军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